政治大人物 企业CEO 有何成功的秘诀 至胜的绝招 周日Mr.Bick 请他们说分明 社会重要议题 台湾文化传承 哪些话题最新鲜 最有趣 周日Mr.Bick 带您关心台湾脉动 每周日下午3点02分 跟着主持人郭志珍 您也是周日Mr.Bick 各位中广新闻网的听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ick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各位听友 不晓得您是否听过 下流老人 这个词 好 大家别想外了 在这儿 我们所说的下流老人 这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它源自于日本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当一个社会 急速的老龄化之后 老人如果老后贫穷 而且被孤立于社会之外的时候 它可能引发的各种的社会问题 在日本他们称之为下流老人 为什么呢 因为在前阵子 日本有位学者叫藤田笑点 他出了一本书 出了一本书 叫做下流老人 一人老后崩坏的冲击 这本书其实最主要他们是探讨什么呢 探讨在日本这个社会人口大量老化之后 随之而来的贫穷疾病 种种各种的复杂的问题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说 在日本大约有多达六百多万的老人 正面临退休之后 他的收入突然骤减了 但是却又过着老之后 可能伴随了各种的病痛 贫穷甚至是孤独交迫的日子 这本书短短的两个月 狂消了十万本 可见这个问题这个社会的现象 和问题是相当的严重 而且受到关注的 那么反观台湾呢 其实对于台湾 早就已经是一个超高速的老龄化的国家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但是根据行政院经建会的统计指出 其实由于台湾由于持续的生育率是非常低的 少子化加上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 越来活了越来越久了 所以经建会的统计预估2018年 台湾的65岁以上的人口 可能会达到14.36个百分比 正式迈入国际贯称所谓的高龄社会 到了2026年的时候 更将走入所谓的超高龄的社会 老人人口的比例可能高达百分之二十点六三 好 那所谓的高龄跟超高龄是什么 我们一般来根据联合国的定义 65岁以上的老人 人口的比例 如果占比为7% 那称之为高龄化社会 如果提高到14% 那就是高龄社会 如果从14再提高到20%以上 就变成是超高龄的社会了 那台湾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高龄的社会了 值得关注的是 其实我们从高龄化进入高龄社会 只有短短的20多年25年吧 那其实跟日本很接近 但是如果我们反观欧美国家 其实法国 他的时间相对的是很长的 他们高达了100多年 美国用了72年 英国用了47年 相较于台湾日本 其实他们用更长的时间去因应 但是台湾太快了 因此面对高龄人口急速的增加 老化之后所因应而生的各种种种的照顾安养 一些其他的社会结构经济等等的问题 当然我们认为说这个除了是政府 所以应该关注他的政策 应该要适时的理论之外 但我们自己又该如何面对跟因应呢 好让自己不要变成一个下流老人 因此在今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很高兴邀请老师康建杂志的副主编 林慧传小姐来到节目中 来跟我们谈谈 你跟我居住在台湾 现在这个已经是高度的老龄化的老龄社会的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 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好慧传 各位中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慧传 台湾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的国家 我想这个大家已经不在都已经知道了 也已经面临而且被迫接受事实 就算不接受也不行 但是尽管如此面对老化这个议题 从政府到个人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所谓的政策或者是我们自己 至于这种攸关你我个人 其实我们总不能够永远在等政策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抗拒大自然天 我们无法抗拒变老 但是我们总可以透过自己的一些努力 妥善的规划 我们总是可以拒绝的把自己变成下流老人吧 是不是呢 所以慧传怎么办呢 现在的台湾的整个社会结构政策 以及自己个人的心态 其实是不是都并没有走到 那一个所谓的平衡 而且妥善的那样的位置上去 对 因为其实 不好意思 因为其实大家还虽然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还没有这么深刻的 直接的体认到那个冲击 就都是看日本的经验 那当然日本的状况 它其实等于是我们的那个前哨战 看日本他们面临到的什么样的一些困境 其实也就是我们未来 可能今天的日本就是明天的台湾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在取经日本经验 然后去做尽量的去做那个改良 台湾自己本土的一些做法 但是台湾人现在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 从政策到个人 其实都还在适应当中 就是适应这个高龄化社会当中 你看现在大家生育率这么低 是啊 对 那其实如果真的说 说真的最福利抽薪的方法 就是提高生育率 让希望下一代能够平均分摊一点点养老的成本 跟这样子的支撑力是不是 对 因为就是所有学者都说这个是不二法门 就是真的是从国家的政策 到就是个人的这个心态的准备 都应该要做好这样子的一些方向 就是要朝这个方向走 那当然讲的很容易 说提高生育率就提高了 那后续要怎么办呢 就整个国家的政策 需要来支撑说 我们可以真的可以养得起这些小孩 是是是 这好像是一个 这是一环扣一环 这绝对不是说老化 然后想问题说 那我就提高生育率 那就生这么简单吗 不是 又接着到 到底整体的国家的经济成长 是不是足以支撑大家 再多生一个多生两个 对不对 那当然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 就是他已经是就是整个大环境 应该要做好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个人自己没有办法 就是能力有限 对对对 那当然这个经济整个发展是一环 那再来就是政府 他是不是有一些友善的 让你生孩子的环境 环境或者是一些政 或者一些政策 或者讲白点就要福利政策了 对 那到底你生下来有没有办法养吗 就是这次很重要 那这个是直接关系到 现在年轻人愿不愿意生小孩 所以 所以那个 慧淳 你们可能同时还要来做一个特企 叫做养得起的未来吗 对 其实我们近年来也是 一直都从各种的角度去 告诉大家说 我们现在面临到的一个老化的困境 那只是说 就是我们除了处理 现在已经即将迈入老年的这一群人之外 那这群人已经 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大家 就算这群人准备好了 但是如果后继无人的话 那再怎么样这个社会都是会变老的 是啊 对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我们已经问了很多学生 他们说最福底抽薪的方法就是 你要竞购好这个社会 让大家愿意生小孩 真的 非常重要 不过这个 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福底抽薪 而且是比较能够全面性解决老化 而产生的各种的社会问题 但是这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 没错 因为我们老化 少子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是透过一二十年的这样子的 不断的这样子的改变 社会结构的改变 但是去面对去预期去等待 那样子的一个政策的落实 跟社会结构的改变之前 其实我们的确还是有很多现实面 要去面对的 就会老化 我们就已经够老的 这个社会结构已经快速老化 怎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说台湾老了 但是到底有多老 而老了之后所演成的问题 又有多严重呢 其实我这边举几个数字 在这次康健所做的这个特企里面 引述了几个数字 包括说 其实各位听众知道吗 我们退休之后平均 退休之后平均的寿命 差不多还有14到22年 但是各位老了之后 这个14到22年里面 却有长达平均来讲 长达8到10年 确实在生病的 那因此生病 生病之后呢 我们就要运用什么 就要花费很多很多的 社会的医疗的资源 这个资源呢 当然你不要以为说 我就是靠健保 是除了健保之外 还有很多你要自己自付的 绝对不是健保 可以帮你cover 所有所有的费用 我们怎么说呢 其实在另外一个数字统计出来 现在的各年龄层健保的 花费的占比上面 老人的医疗费用 已经高达占健保 高达百分之三成八了 所以已经是很吃 吃掉很多健保的费用了 对对对 已经很吃力了整个健保 对对对 那就负担大家 那又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好 退休之后的老人呢 其实有很多人呢 都是变成是单身 缺乏另外一半的照顾 那又是更麻烦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又很多老人里面 又八成一都有慢性病 然后呢 台湾 台湾那个 这里面高达有四成四的老人 你退休之后 老化之后呢 事实上是没有钱的 平均的年所得只有18.6万 哇 各位听友 我刚刚一路念下来这么多数字 您有没有特别真正的真实的 去体验到说 哇 我们的社会老化 我们老化之后 所衍生出来的种种种种的 从经济 从身体的健康 从我们如何面对社会的 这样的群居生活 变成独居生活 种种 好像都是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 老不是这么简单说一个老字就解决了 而老之后的里面的这么多问题 我们却没有办法 一一去面对的时候怎么办 天啊 所以我们来谈谈说 好吧 那 快转 回过头来谈 日本学者 那 藤田孝之年呢 出了这一本叫做夏流老人 一亿人脑后的崩坏的冲启 他们所看到的日本的问题 到底有哪一些结构性的 可不可以把它稍微具体的拉出来 比对一下台湾 哎 比较恐怖的是 嗯 现在整个日本的经济 也是有一些那个 嗯 动荡 嗯 对 就变成说他们 虽然啊 虽然有这一群 主要是在讲这一群人 哦 就是他其实 他在上班的时候 嗯嗯 其实生活是刚好的 他可以负担自己的生活 嗯 可能就是他的家庭 也是就是 都是可以负担 他嗯嗯 可能是就是所谓中产阶级 嗯嗯 最可怕的就是 这群人他一旦退休之后 嗯嗯 他因为没有存款 是 然后 再来就是 他也没有收入 因为他退休了嘛 嗯嗯 所以收入不够 然后再 呃面临到突然而来的一些变动 嗯嗯 例如说突然生病嗯嗯 那或者是突然上偶 嗯嗯 或者是熟年离婚 是 现在日本的熟年离婚也非常多 哦 对就是年纪大了 大家觉得啊 终于可以摆脱讨厌的另外一半了 好 我就跟你打个岔 这个你说 其实讲到这这段话 我就想到我之前我看过一个 我忘记是外电新闻还是一本书 是 好像说日本的男人退休日就是被老婆抛弃 对 都说是一个巨大垃圾 对 真的 回到家里面 站在客厅里面 是巨大垃圾 对 都不晓得干嘛 就整天在那边看报纸啊 然后使唤来使唤去 尤其他们在外就是多么的丰功伟业啊 对 但是 其实日本有一个民族性 就是他们尤其是可能尤其是男性啊 他们在外的社交是蛮少的 这样子 就是说他们的社交都是仅止于就是表面 嗯嗯嗯嗯 就是他们不太会去呃 占用到彼此私人的时间 对 例如说我们其实 这次采访过程中 有听到一些案例 在讲日本男人 是怎么样的孤独 他们说 就是有一个 日本男人突然死掉了 然后他们就去找 他的那个同事去问说 这个人他怎么样 他以前怎么样 但他这个朋友 应该算是同事 他们下班之后都会去 那个居酒屋喝酒 他们去了二十几年的居酒屋 就下班来一起喝酒 但他连他有没有结婚都不知道 天哪 他们的社交如此表面 可能是因为他们 比较不喜欢探人家的隐私 那这个民族性 其实就跟台湾不太一样 就跟华人不太一样 那我们可能去聊个天 祖宗十八代的挖鼠 而且我们华人 就是我们台湾事实上 在交朋友的 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其实如果是真正把对方当成朋友 是会从人与人 两个人的朋友 会延伸到家庭对家庭 对 没错 可能会一起 大家都是变成好朋友 但是像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这可能就是民族性的不同 所以这个尤其在这个下流扰人 这一次的就是一个议题被关注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变成没有依赖 但这边是没有这个 他的支持的组 就是他的后 就是backup system 对 就是已经没有这样的系统 就变成说他可能 他又离婚了 或者是身重病了 然后又没钱 然后没收入 没老婆 没小孩 最麻烦 所以导致现在很多 有这个孤独死的状况 所以那这群人呢 就是就算他本来是中产阶级 他可能也会在退休之后 越往下走 就是阶层往下走 就变成下流扰人 你刚刚说那个孤独死 是最悲哀的 因为好像根据日本的 那个生命保险基础研究所 他们做了统计 日本老人就因应你刚刚说的 因为他们人际关系很浅薄 其实彼此又不太隐私 他们的生活社交 只是仅止于上班 下班后的居酒屋 之后就没有了 所以他们统计说 在日本每年约有超过 一万五千名的独居老人 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 不幸往生之后 四天才会被发现 对 很悲哀的状况 可是当然日本是这样 我们在台湾 其实我们也在社会新闻 也曾经看过 有一些独居老人 真的真的 而且他是有子女的 有些是有子女 而且甚至都是要好几天之后 才被人家发现 而且还不是被子女发现 是蛮悲哀的 就是这种状况一直都存在了 那因为过去 我们提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大部分这一群人 是本来就是处于 就是下层阶段 可能他本来就是低收入户 或者是本来就是没有钱的 但是这一波日本的 在流行这一波 在讲这个小刘老人 他的问题是 这些人本来是中产阶级 但是为什么他退休之后 会往下走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他原本就已经是 比较低下层社会阶层的人 他原本他可能就是非常非常贫穷 或低收入户可以理解 但是当一个社会结构里面 曾经是支撑这个社会 最重要的中产阶级 怎么可能在他退休之后 突然完全变成是下流老人 当然所谓的这个下流 在流在日本的意思 是所谓阶层的意思 对不对 他变成是低下阶层了 其实不管刚刚会说你提到说 在日本这本下流老人 这本书里面他分到几个层面 不管是说因为退休老化之后的生病 各种的意外 或者是说他们收年离婚 或者是因为种种种种各种情况 其实都面对一个最重要的基础的条件因素 叫什么经济能力 对不对 其实我们到底退休之后要 该如何为自己签 规划好一个可以退休的 安稳退休的经济条件 到底该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到节目中 我们请会传来告诉我们 其实台湾现在 大家或许会认为说 现在我不是有退休金吗 劳保退休金 国民年金 种种种种种种 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各位听友们 是真的这么简单吗 我们就紧靠着所谓的劳工的劳保退休金 公务人员的公保 或者是国民年金 就够用吗 足够让我们从退休之后 还要去支应十几年到二十年的生命吗 各位 听友 这是一个值得上去的问题 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中 我们继续聊